味道… 聞起來很辣 很香 這讓我詳細 我坐在漢江旁邊 看吹著海風 吹著海風 吃著拉麵的感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太賢 我是寶芊 我是太賢 歡迎收看娛樂史萌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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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是充滿了朝氣與活力 開心… 因為大家看到桌上的滿漢全息 都知道這集又是做吃的主題了 今天是製作人們的TK挑戰賽 TK大對決 因為大家知道促成 我們在娛樂史萌昭 幕後有非常多的重要工程們 今天他們算是藝人選了一樣 現在要來猜我們的歡心 想說到底我們會喜歡什麼口味 這個競賽總是反過來了 以前我們在討大家歡心 因為真的去那邊跑全家 買便當 然後在那邊捏環子 想到我都要哭了 當初大家對我多惡毒了 今天要多惡毒我還是去 今天我們總共有五款泡麵 然後這五款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韓國的泡麵 在台灣其實大部分都買得到 對 而且… 就跑去旁邊各大通路 其實都找得到 會有韓國泡麵專區 有 只好來一排就全部都是韓國泡麵 真的有 全面就有了 我們今天幫大家試吃 拍一下 幫他想味一下 看大家覺得哪個口味 比較符合你的旗蛋 就可以吃買一個 我們就看我們這邊的這幾款 你覺得 你現在看起來比較有感興趣哪一個 我第一個就是被這個吸引耶 你說龍蝦的嗎 對啊 韓國就是它是泡菜跟海鮮 對 但泡菜就是有點太他們了 然後這個是龍蝦耶 對 我覺得很好奇它會怎麼調味 可是不得不說龍蝦的 龍蝦的泡麵算是海艇有名的 就這個牌子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龍蝦跟龍蝦 它這個圖片這樣看起來很強耶 對啊 這個是有名的牌子 然後這個 我的天啊 富豆喔 我跟你講這個泡麵 韓國也算是 算是國名品牌吧 像我們唯一只要像麵 這麼多人 好像沒有到這麼國名 但是好像差不多等級 然後這個是 好像是米麵餡 應該是熱量比較低的 然後它也比較小碗 有點像是東南亞風格的啦 我目前自己最期待的可能是 第一名我可能是金拉麵吧 第二名是這個炸醬麵 第三名可能是這個 魷魚的海鮮湯麵 然後第四名是這個 第五名 把它放這麼厚麵 第五名 畢竟我沒吃過 所以我就選 其實我都沒吃過 但是我對麵餡本身就補補 那妳咧 我就是這個啊 妳這個第一名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最好吃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吧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包裝很會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用它金色 它包裝很像暖暖包嗎 有點像 很像手白兔耶 有點像耶 可是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然後再來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再來是魷魚 但這個 這有點可憐耶 共同倒數 也看到有沒有誰都 臉色不太對 臉色蒼白了 但我覺得等一下吃起來 應該是會驚豔的 但他們這樣子端出來 應該是有兩把刷子的吧 沒錯 不敢不敢拿出來跟他們一筒較勁 對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就馬上我們的排名是這樣 那就看我們等一下吃完的排名怎麼樣 我們去進下集團 耶 上菜了 一字排開 我剛剛是口水直流耶 我口水就要滴下來了 現在我們就先走 我們就一一去這樣吃過好不好 好啊 然後這個墊底 這最後一個字 好 好 那我們來先吃龍蝦的泡麵 這個叫做龍蝦海鮮湯麵 然後是含飽的 含飽喔 蔡子冰怎麼取這麼可愛 來 一號選手 龍蝦 所以要先喝一口湯 對 湯是精髓 我跟你說 濃濃的海鮮味耶 對不對 這個味道很香耶 是有海鮮的香氣耶 這個味道很像現煮的耶 好 那趕快來挖一口麵 吃看看 湯很好喝 很Q耶 好好吃喔 它就是典型的韓國的泡麵 很Q很有嚼勁 在嘴巴裡會跳舞的那種 這其實滿清淡的 但是它的味道又很濃 它不會有很多的太鹹的感覺 但它很夠香 對 所以這其實宵夜可以吃耶 而且也會很滿足 它不是吃起來會很有負擔那種 我覺得 但是它是重口味的 就它吃起來不會造得很油膩 但它的味道很重 這樣已經有藉口 我們到底是多上二十粿啦 真的很好吃 但它的龍蝦在哪裡啊 生米 可能在粉裡面吧 可能就把那個龍蝦 可摸跟粉之類的 好 我們大概這一碗吃差不多了 就要跳三碗了 不然我怕我們第一個階段 你要把它吃完 第一個階段我們就吃飽 那後面這品牌就不公平了 我們要探修來吃後面的麵了 好 體驗了 好 請大家回去 再來是第二個 魷魚 魷魚的也讓人很好奇 它的湯會怎麼吃 魷魚的是這個海鮮味湯麵 也是濃心的 海鮮味喔 這個感覺菜包還滿 很肯定耶 因為它很多料 你看它有這種大片的 這是海鮮嗎 對啊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耶 來 你吃看看 先喝這個嗎 它感覺很辣 它旁邊煮了很多辣的 你看開口吧 會 會辣 會辣耶 真的會辣 而且魷魚味很重啊 魷魚很濃耶 好像會吃夜市烤魷魚喔 魷魚有點太濃了 有點濃到會這樣 已經有點嗆鼻了 它很濃 我很喜歡耶 就是很嗆啊 可是我好像被它的辣刺激到了 很好吃耶 它挑釁到我這個辣度 這個魷魚泡麵啊 它就是湯裡面有很明顯的 魷魚香氣 可是麵本身沒有入味 所以吃起來 有點小分開 有點就是你知道 皮肉分離的感覺 是喔 好 來吃吃看 而且它麵的辣度比較明顯 這個麵本身的調味 有點像科學麵耶 嗯 對不對 就只吃麵條的話 就是一個科學麵的味道 高配湯汁啊 這麵本身真的有點好 還好 可是我覺得它的湯 湯好喝 它的湯也不是真的有魷魚入味 是魷魚的味道跟那個湯 是本來有點小分開 所以它的這個泡麵 它的味道都是分開的 麵的味道是一種味道 然後湯底是一種味道 然後魷魚調味料是一個味道 三個很滑 然後可能中間有焦雞的部分 對… 有點沒辦法讓你match在一起 但這個就是吃重口味的人 會覺得吃這個才夠味 對 如果吃重口味的人 吃這個他可能就會覺得 少了點水 沒錯 所以就看大家的口味 來 先喝個水 算算那個 對 我們才可以公正的屏下面 好 下一位選手是 是唯一的乾麵 這個就是我們的 也是來自濃興的炸醬乾麵 就是這個 范先生韓式炸雞風味乾麵 聽名字就非常的厲害 快點要快吃 它感覺已經快乾了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美味耶 味道… 聞起來很辣耶 很香 這個是我喜歡的那個 就是那種很像那種鹹醬油 年糕的那個醬油味道 對… 好濃喔 很好吃耶 好濃耶 但是真的有小辣 可是真的很好吃耶 有辣 有辣 這個也是我目前第一名耶 真的假的 這好好吃喔 我就說吧 濃心不會這樣失望 但他剛剛這個也是濃心的 不知道是不是乾麵 關係還是什麼 它的麵很… 比這個更有彈性 更Q一點 對 它就是等於是在這樣 你在牙齒咬下去的時候 它麵會這樣跟著你被拉著起來 你知道嗎 跟著你這樣拉起來的感覺 頭很忙 因為這個是乾的啦 所以乾的麵比較不容易泡爛之類的 所以這個的口感目前是最好的 對 目前評分 1 2 3 我跟你有點板指標 因為我喜歡清淡的 所以這是1喔 這是1 目前這是我的1 然後2 然後這是2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因為我比較重口味 對 我就喜歡吃清淡的 然後再來這個呢 就是我期待很久的金拉麵 金拉麵 金拉麵 很脆心 金拉麵感覺不辣 就是原味的 可以剛好涮涮絕衣的那個辣味 這讓我想吃喔 我坐在漢江旁邊 看你吹著海風 吹著漢江的海風 吹著海風 吃著拉麵的感覺 好好喝喔 很帥氣 這個湯是會讓人想一口接一口 對啊 很帥氣的湯 而且它就是沒有什麼 多餘的調味的味道 它就是很單純的 拉麵該有的泡 該有的那個底部的味道 真的啊 沒有前面三個那麼Q 它大概Q度指數是排第四名吧 我在想 對 目前是這部Q的 但它的湯 它的麵很入味 對 是真的 因為它的湯的味道 跟它麵的味道吃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很中規中矩 但吃起來就會比較順口跟自然 等你吃完這邊 我們就要來開箱最後的壓軸 豬爽米麵餡泡菜風味 對 是Qing Chi的 好 它長得是這樣 就真的是過炒米線的感覺 真的耶 可是它就是聞起來是泡菜味 聞起來很像萊克的泡菜風味 可是這種杯麵啊 吃起來就是要有那種感覺就是 什麼意思 這杯麵不是最感覺的 要把它散開嗎 還是 應該是吧 不然它這樣感覺有點難吃 不會吧 應該這樣就起來了吧 它麵很多耶 怎麼那麼多啊 它麵超多的耶 這個很適合一個人 深夜坐在韓國的便利商店 吃的那種 為什麼你的情境都這麼容易啊 很可憐耶 這個最不同的就是 它就是一個麵線的感覺 這個湯有一點那種 海帶湯的清爽感 有嗎 有耶 我覺得它的湯味道怪怪的耶 叫什麼紫味嗎 我覺得沒有耶 但是我是覺得有點 就跟你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調味會有點硬要 硬要灌一個泡菜口味 但它其實底就是海帶湯的感覺 對 它再多加一個辛香料 它加了什麼泡菜粉之類的海帶湯 那種感覺 不行啊 不推耶 而且這個粉到火龍好辣 黏在我的火龍上 我覺得這一款 麵OK 湯不行 麵我還沒吃 湯不行耶 好像在吃豬腳麵線喔 但是這個麵一吃就知道是 我還在吃泡麵 對 還是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用泡菜 都是用煮的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也不能怪它 我們今天算是試吃結束對不對 全部都試吃完了 全部都吃完一輪了 好幸福喔 舒服 對啊 好 那來排名囉 我知道 不然我們就是積分賽 就是第一名五分 第二名四分 這樣子積分 好 我第一名 你第一名是給這個龍蝦的 我第一名給這個炸醬麵 好 那你的第二名是 我第二名會給這個筋拉麵 我第二名也給筋拉麵 天啊 第三名我可以給這個龍蝦拉麵 第三名我給魷魚 好 第四名 我給魷魚 第四名我給米線 妳是最後一名 妳是最後一名 妳是第一名做的最後一名 米線絕對是我的最後一名耶 有那麼難吃嗎 我很喜歡耶 不是我的菜啦 我再吃一口 不是我的菜啦 我覺得真的是 我吃得出它的好吃 可是我沒有辦法 一個人把這個吃掉 我覺得對我來說太重了 太正口味了 但這個我可以乖乖地把它吃吧 真的嗎 可以啊 排名師家不喜歡湯麵 對 我會喜歡喝湯 因為我真的有點怕鹹 因為我是個很討厭喝湯的人 所以我自己沒有吃 因為我們真的是反指標耶 對啊 八分 四分 六分 八分 三分 三分 好 我們有平手的是 金拉麵跟龍蝦拉麵 這兩款就是我們剛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看好他們的位 結果果不其他 他們真的是最後問頂冠軍耶 表現得很優秀的兩位選手 那這兩位選手是誰呢 很貴家 那請問這位米線是 米線是誰的 是外人 好險沒有得罪人 天啊 那這個雜架麵是誰的 米線的口味 妳死定了 妳要被瘋瘋了 幹嘛 下次也好吃了 結果不發我來了 耶 今天好幸福喔 但是我們其實很多元 就是我們提供兩個 不一樣口味的指標 對 如果你喜歡喝湯喝清爽的話 就照著 就照太陽的選 我PIC的買 如果你喜歡比較乾一點 然後比較重口味的話 你就照我的選 沒錯 不知道你喜歡什麼口味 如果你喜歡哪個泡麵 或是你推薦什麼泡麵 也歡迎提侠留言 跟我們說好不好 好喔 好 那我們你的影片呢 會在每週三的 中午12點在愛奇藝台灣 站準時上限 晚上10點在我們的頻道 會播出精華版喔 一定要去看喔 好 那我們今天娛樂十分鐘 你好 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再見囉